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kyoken如何使用eChats 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目前就职于一家美国硅谷做ServiceMesh的公司Tertree 然后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同时也是Apache Skyoken的PMC成员和Apache Commuter 在Skyoken方面我主要逆得的是Skyoken前端的监控项目 以及对应Skyoken的UI项目 目前有多年的开发经历 之前也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大数据分析平台的开发 下面是我的一些社交账号 欢迎大家来关注和交流 关于今天的分享我们分成四个部分进行 其中第一部分是介绍Skyoken可视化的背景 然后第二部分是Skyoken dashboard的一个落地和实施 然后第三部分是关于可视化的一个使用场景的分析 第四部分是关于Skyoken使用eChats的一个好处总结 OK让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Skyoken可视化的一个背景介绍 首先介绍一下Skyoken 然后它是一个APM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应用性能监控的一个系统 然后它特别的为分布式系统 微服务以及云原生和容器架构所设计 它对应的UI的话是为它提供一个可视化的能力 将来自Skyoken的一些监控数据 包括像Matrix,Log,然后Trace和Profile这样的一些数据 在页面上进行一个可视化的展示 其中呢 它的Dashboard提供了丰富的Wedges 能让使用者快捷方便的对不同的一个监控对象 进行一个报表的设计布局 以及内容的自定义 那我们是如何实现这个Dashboard呢 然后就第二部分是 关于Skyoken Dashboard的一个落地和实践 那刚刚在背景介绍中 我们已经对Skyoken UI进行的一个介绍和说明 在整个UI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Dashboard 刚刚也说它是用来可视化监控数据 然后里面提供了丰富的Wedges 让用户使用者根据不同的一个场景 去监控场景去进行Dashboard的设计布局 和自定义内容 但它同时呢也是可以支持数据的一个导入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编写 好Dashboard的一个JSON数据 然后导入去生成一个Dashboard 然后也可以导出一个Dashboard的JSON数据 然后进行一个数据的分享 那有个疑问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 我们的一个Dashboard 然后是我们在Skyoken的一个应用场景中 然后我们有不同的一个监控对象的 类型的一个分类 比如说像常规服务 然后还有Serversmanship 然后Browser 然后Function 以及Database等等这样的不同的一个监控对象 然后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分类 那每个分类下面呢 还有可能有不同的子类 然后针对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监控对象 我们有不同的一些可视化内容的需求 在这样的一些需求背景下 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可以支持可视化布局 以及自定义内容的这样的一个Dashboard 在这张UI的截图里面 然后是左边的菜单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监控对象的一个分类 它下面呢还是会有一些子类 我们把这些分类看作叫做一个layer 分别叫做一个layer 右上角的话 右上角菜单是我们这样 目前支持的一个vidges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常用的vidges就有sunny trace 然后还有topvidges 然后eventvidges等等的这样的一些 然后我们还可以直接在Dashboard的选择添加之后 进行对vidges进行编辑 然后保存 然后这个图上的报表呢 我们是展示的是eventvidges和使用常规vidges进行可视化的metrics 左边截图 左边的这张截图是我们展示的是tracewidges 它是针对trace数据做的一个可视化的效果 然后它一共有四种不同的展示形状 包括像tree然后list 然后table-stated这样子 然后右边的话是我们的servers topvidges 这个图的话是我们使用第三届次定制的一个图形 然后它展示的也是servers之间的一些关系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技术体系 从下网上是项目构建 然后我们通过NPM进行包的安装和管理 然后是Warepack of UCI进行一个项目的构建 网络请求的话是通过Axios 进行一个海数的封装 支持get post以及delay等等这样的方式 方法 同时使用了查询语言GraphQL 项目规范的话 我们是使用工具进行一些项目的开发规范 和提交规范 那比如It'sNint和StyleNint 以及TypeStory的一些接口类型的定义 Units这边包括了语言的国际化静态资源 以及Tabs类型的一些定义 还有一些全局功用的方法 Vue层的话我们使用的是Vue3加VueRouter 以及Pinion作为技术的作为技术阵 然后组件库这边使用的是ElementPlus 然后数据可视化使用的是Eachats和D3相互结合 其中的话常规图标的话 我们会用Eachats来实现 然后像Torpe图 ServiceTorpe图 Chase图的一个可视化 我们会采用D3 然后是我们的StoryLibraryPinion 然后是做一个数据状态管理 然后使用CSPost做CSU处理的 然后再往上是我们经过编译打爆之后的 CSHTM的 然后我们的单页面项目的话 每个页面都是按照 都是按需加载来做的实现 然后这里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Dashbox的结构 刚刚也有说到Layer 然后其实它上层是一个Layer 然后我们把一个监控的类别 然后或者下面的子类 作为一个Layer 然后比如我们的 General Service Function ServiceMensh 也就是BrowderDatabase 然后它们会作为一个Layer 一个Layer的话 下面同时也对应有不同的实体 比如ServiceUnportInstance 那不同的实体呢 又对应着不同的就是Dashboard 也就是它可视化的一个内容是不一样的 而这些实体之间 我们又给它做了一些相互跳转查询 这样的一些交互 再往下Layouts是每个Dashboard 就是都有自己的Layouts 包括了数据的一个 包括了布局的数据 以及一个三个的内容 三个内容的话 其实也就是Widgets 然后Widgets里面的话 也有可视化的内容和数据 每个Widgets呢 它会有多个Component 然后目前我们支持的Widgets 就包括像General Widgets 以及Chase, Toilet, Log 然后Profiling,然后Event等等 然后最下面是我们的一个Component 然后每个Component呢 我们包含了就是 就是包含了像Graph, Conversion这样的一些数据 那刚刚在上面的一个结构图中的话 我们有简单说到Widgets 以及支持的Widgets 这里的话介绍的是其中的一个General Widgets 它呢是由多个Component组成 其中包含了像Chat 一个也就是数据可视化的内容 然后还有像Chat Style Option 以及Matrix Option 还有Widget Options 以及我们的一些关联Options 都是实现General Widgets 进行自定义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中它的数据配置Graph 是一个图表的一个自定义配置 里面有像Size, Corner这样的一些配置 然后是Widget是关于名称 Lame, Piffs或者Title这样的配置 然后Matrix的话 是作为图表的一个Data Source的一个配置 会使用Matrix的里面的参数去做 就是查询 然后是一个关联的一个数据配置 这张图是我们进行编辑 General Widget的一个页面 这边的这张图的话 我们是展示的 我们编辑General Widgets的页面 然后是就是首先选择就是Matrix 然后作为可视化的一个图表的数据 数据源 然后呢是可视化图表的一个类型的一个选择 以及下面的一些图表样式 关联数据的配置 以及Widget本身的一个配置 在General Widget中 数据化的那个数据可视化的组件 就是我们的这个Graph Component 然后我们实现这个组件 首先是安装和引入一下子 然后采用的是按需引入图表和组件 然后将需要用到的这些图表和组件 进行一个注册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先写了一个hook 然后是使用了上面之前注册好的一个图表和组件的一下子 再实现 再实现 AsetOption 以及Resize和GetInstance 这样的一些方法并返回 然后在Graph Component 那个组件中 去调用这个hook 这是Graph Component 也是Echat的配置参数 那图表类型呢 是Name 我们是将这个可变的一些配置 用变量的形式去动态控制图表的一些样式 比如说背景还有颜色然后大小这样的一些样式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关于可视化的一个使用场景分析 刚才我们有介绍到Dashboard的实践还有结构以及Widget的一个介绍 那在我们的那个就是为了提升Dashboard的一些分析能力 然后就实现了就是像关联啊 类似Widget的关联这样的一些功能 General Widget呢 它是可以我们是可以让它相互去关联的 然后Event Widget也是可以去关联到General Widget 那实现的逻辑呢 是其实首先就是要设置关联的配置了 然后给Widget设置这个关联配置 然后选择需要与它关联的就是其他的Widget 然后去保存 然后保存成功 然后去再去点击这个设置 被设置的这个Widget 当点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就是将然后发生的时候将我们会将关联的这个数据设置到被关联的Widget的那个配置当中 然后被关联的Widget能它会有一个检测的 它会检测到自己自身的那个profile发生了一些变化 然后会去改变自己的view层 然后最后最终的话肯定就是展示了我们一个联动的一个效果 它具体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我们这边是通过就是联动是通过那个它的一个tooltips 就是点击之后另外被关联的它会自动显示它tooltips 这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配置页面 还有它的一个最终展示的效果 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图表的这个交互的话 我们还是通过eChats的那个dispatch action去实现的一个关联的互动 然后去调用展示这个图表的tooltips 然后传入显示的一些参数 然后另外一个关联呢是 是events与那个genervidget通过之间的关联 然后我们是做了一个关联的一个开关之后 然后当你打开它会有一个就是 当你点击events的时候 它会通过events发生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 去设置图表的那个mark error 那这个mark error也很简单 在一下子里面有对应的配置 只要我们去改变这个图表的配置的时候 它就会发生连动 那接下来第二个图表的场景是关于我们的这个toilet widget 那其中的pod的它的那个top图是基于 Eachats实现使用的是三级图进行的一个数据的展示 那这个vidget层里面它包含有像graph和garation等组件 它也有很多的配置 然后我们也是通过配置去对这个top图的一些三级图去做一些view层的改变 比如我们也通过配置数据的话去设置关联图表的node的一些dashboard 以及matrix 以及图表link的那个关联的那个dashboard和matrix 那根据matrix的数据的那个大小 我们会用来关联到这线和就link和node的那个数据上 就是线的宽度和那个node的长度会通过matrix数据的大小做控制 这是我们通过就是Eachats三级图的配置封装的一个组件 然后probs参数是组件的一些可变的一些配置 它其实也是那个Eachats的配置嘛 当我们查询到就是某个pol的top关系数据的时候 然后就最后把它传入到这个配置里面的datalink里面去 就可以 这边是我们那个最终效果的展示 然后可以直接看出node之间的关系 以及鼠标悬浮 可以查看到对应pode的matrix 以及然后pode之间交流的那些matrix 那点击node或者link呢是可以跳转到对应的dashboard 然后查看对应pode的具体的一些matrix啊 trace啊或log等等 第三个可视化场景呢是我们做了一些定制图表啊 比如像trace widget 它就是我们使用第三进行封装的一个可视化的组件 它展示的也是trace数据的内容和结构 它的这个配置我们就做得很简单啊 就是类型还有一些布局信息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部分总结 关于sgall很使用e-chats的好处 首先e-chats呢有很多特性或者说优势吧 比如说它可以支持到丰富的可视化类型 然后移动端呢可以实现多渲染的一些方案 然后跨平台使用平移啊缩放等这样的一些功能 然后也可以对数据呢执行交互操作 例如多维的数据过滤啊 然后视图缩放啊会显示的一些细节等等 同时也能够将不同维度的那数据进行 映射到不同的视觉通道 类似于颜色可以数据跟颜色大小或者透明度 这样子相关联 那对于skywalk呢使用e-chats 我们呢可以就是更好的支持到丰富的图表 然后也只需要简单的一点配置 然后重点呢我们的整个开发的成本 都会放在数据的管理和交互上 也就是整个UI上面 那就是图表的可视化上面 就会比较容易的去实现 它就是我们的表的报表 很容易去兼容到移动端 这样的多端展示 它就是它丰富的API 可以让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定义 去开发我们自己的 就是可配置的这样的Widgets 同时呢它也更有利于提升我们的Dashboard的分析能力 比如说像Widget之间的关联 然后它可以做出一些可视化的交互 当然还有很多了 对skywalk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多关注 也欢迎大家来提那个PR或者issue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